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大家看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我这个手还一直就捂着 你这手一拿开 这就完蛋了 天爱的朋友 这笑话吗 我们这个节目 你知道吗 很多大陆的专业同行们 一波一波到我们这儿参观 有的人参观完了之后都流下泪水 说你们这是县级电视台 但是做出来的却是世界一流的节目 其他有很多节目 节目好不好不知道 但那沙发都是达芬奇式的 达芬奇 很糟糕 没错 没错 这个就 监苦奋斗 这就别说了 咱们要说这个精神 咱们要学习女排精神 是吗 最近我们还是要学习 女排精神 女排的产雷达 还学她在吗 那咱们就学女子短道素滑的精神 那可可以学一学 是吧 你知道穆子美吗 穆子美不是在博客上 曾经写过一个对各省男人的评价吗 我觉得她学安徽方言学的一个最像 说这个安徽男人 特点就是折腾完了一通之后 还会体贴的问你一句 你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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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一讲这个就乐 我跟你说 最近微博有这么一个就用了这个词 说什么 说中国啊 中国你肿吗 王蒙被开了 动车相撞了 梅花侵略了 梅花台风吗 梅花侵略了 国人祥日了 你知道这个东北那边 我说了一个 课堂积稳了 陈醋勾兑了 猪肉涨价了 兜耳炒作了 裸昏流行了 裸爬上路了 小三泛滥了 高官牛逼了 什么百姓流泪了 快女黑幕了 炫富争议了 拉面骗人了 吃啥没啥了 状元都上不起学了 中国你肿吗了 咱就说这个王蒙 王蒙这个事儿 徐老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因为其实徐老师啊 这个是 他是对那个王蒙有兴趣 我对王蒙先生有兴趣 他就是个体育民 他是个体育狂 他疯狂的喜欢看 甚至凌晨四点钟 对吧 他以两个支架的支身啊 他都要 他都要看 所以他对这个 然后自己还不打球 然后什么球都看 真是没出息 人家是体力运动 我是脑力运动者 对对对 看得非常紧张 易赢者嘛 对王蒙的事情 你的感觉 怎么了 整个这个事情啊 我注意了以后 我就发现 他这个事情 打架的事情 一发生以后啊 各方面都很关心 但是关心的角度 要么是关心 他自己太宠啊 脾气不好啦 要么是说 这个领队 怎么不对啦 或者甚至说教练 怎么在后面耍手腕啦 各个都觉得 自己是东莞中心里边的 内幕人员 全部都是把他当一个 世界冠军在看 没有人把他当人看 就没有人把王蒙 当做一个普通人在看 这个事情 照我看来很简单 你现在有一个 打架的事情出现了 打伤了 先忘了他是世界冠军 先忘了他拿奥运会金牌 你现在先调查 这是一件肢体冲突 然后冲突完了 谁先动手 谁打了 谁有错 这个是一个 公民之间的责任 按说是 这要在香港就报警了 警察 全世界你再大排的人物 你哪怕是王子 你菲尔普斯 你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 菲尔普斯吸毒 人家不是关心说 将来我们美国的金牌 怎么办啦 人家就会说 这么一个出色的人 现在他违反了一个人 基本或者他被违反 或者他违反 你先要在这个层面上处理 我不是讲王某 也不是讲他的那个整个队伍里面的人事纠纷 这些都可以理解 我讲的是我们的传媒 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网民 大家都不 没有人在想 谁都不把自己当外人 谁都来评伴说 哎呀 对他太严了 对他太松了 上面啥诡计了 拍马屁了 等等等等 是 徐老师 我给我给你看看 咱们看看这个图片 包括这个这个报纸上的议论 你看 这是这个神 神采啊 人真是多面体啊 这是一面啊 你再看下面 这又是另一面啊 你再看下边 这是打架之后惹动 其他队员不应 大伤 受伤 送院 哎 这牛仔裤还不错啊 这种清凉裤 然后你看下边 哎 这就是报纸的标题啊 你看 打架萌 态度萌 家人萌 后台萌 语言萌 王萌 就是 惯的 你看 这是徐老师说 刚才聊的 这也是一种意见之一啊 当然说什么的都有啊 可是我 我觉得就算打架 看到打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你说 就算轻微有点受伤啊 也不一定是需要报警处理的 就因为警察要处理的话 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你这个是个刑事案件 嗯 对不对 警察就来了 但是假如说 你有些轻微冲突 它不一定是刑事案件 比如说体育界 有些很有名的事啊 以前 例如说以前贝克汉姆 他们在卖连梯吗 对 那后来怎么离开的呢 其实就一个转类点的 大家都晓得呢 当然这是个后来传出来 但双方也默认 就是他们那个教练 佛格森 在更衣室里头 跟这个贝克汉姆 吵起来了 然后一个球鞋扔过去 还砸到了贝克汉姆的头吗 那然后后来贝克汉姆 那阵子脸上不就贴着一块 那个胶布吗 太不精彩了吧 一只鞋 就是不行 咱国际剧情帅哥 比我们王宏插远 然后贴了一块胶布吗 那那个事儿 后来也没有警察调查吧 但是就体育界也是议论纷纷 穷们也是议论纷 所以我觉得体育界 这种事儿挺多的 就它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儿 它不一定要 要去到那一个程度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倒不是说 他们真的一定要报警 我想说的是 因为我们的举国体制 其实在运动队里边 其实是一个 有点像家庭一样的气氛 你明白 所以运动员呢 我为什么说 他们不是人呢 我不是说 就是说他要么是奴隶 要么是英雄 一个运动员 要么是奴隶 因此呢 我觉得他里面 现在处理 人家现在两方面的意见 一方面就觉得 你这孩子惯坏了 你看我们对你这么好 你看你在现在 在外面这样不争气 但另外也有一种意见 就是说你看 同样是打架 为什么只处罚运动员 不处罚教练呢 因为教练也动手啊 他现在跟 不是教练 领队 领队 另外一个助理教练 助理教练 砰个拳马打很远吧 打了一拳 那个其实打架 是双方面打的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情况下 才会直处理下面 不处理上面呢 就是挑战权威嘛 就是家庭里面 你看你看 我们中国人传统 一个家里面人 你小儿不听话 你在外面 你晚上不回来 打个比方 就这样 你晚上喝了酒 很晚才回来 我叫你明天要考试 你不回来 回来老爸啪一下 啪一下 那女儿 砰一下 把老爸打旁边去了 那周围家里 所有的人都觉得 你女儿不对啊 对 不笑 犯上 犯上 这个在文化次序上 就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说 你看你看 这太不像话了 这个老爸是为你好啊 你或者说 我们不说老爸 妈妈打的 妈妈打的 妈妈的拳头 我们还可以 向前歌颂一番 你知道这要在美国 就不行了 对 报警 好多美国的华人 就吃这个亏啊 那邻居看见 你打孩子 你就报警了 报警了 警察就会把你隔离 如果你闹几次之后啊 法院甚至就判了 你的孩子不能跟你住在一起 对 哪怕是到社会公共的 那个养孩子的地方 也不能跟你父母 华人的父母就有些不明白的 你知道吗 咱们就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这个关系啊 确实是像个这个家 你说的 你比方说啊 呃 我都是家的逻辑 去八卦这个事情 你想我说 他哪天王蒙去喝酒去了 嗯 那个 这次我还知道 过去都不知道 他们队里的人名字 主教练叫李什么 那字念什么 左王右眼 李延是不是 好像 左边一王 右边一言 是吧 就算叫李延吧 啊 说他跟李延 说这俩啊 老早就不喝 嗯 你敢说这个王蒙 当年曾经炮轰过李延 但是呢 这个说是冬奥会的时候 这个师徒两个 说好了 暂时放下分争 对吧 国共暂时放下 这个这个内讧 咱们 共同抗敌 共同抗敌 要拿金牌 说最后拿了金牌 你看 王蒙 还在冬面上 向这个李延呢 跪倒 那一瞬间很感动 很感动 我看到 因为他他就是之前不服嘛 但是现在等于是承认他教导有方嘛 对 当场跪下 当场跪下 这样子王蒙是性情中日的 性情 但是现在说了 首先那个都冬面上当场跪下 其实也就是表面上当场跪下 人有触景生情的 这一面 两个人心里啊 伤痕仍然存在 说但是呢 也挺奇怪 说他那天夜里跟谁喝酒去了呢 是跟李延的老公 去喝酒去了 哎 不是 我我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说你看 他有矛盾 他怎么又跟他老公 你知道消息哪来的呢 我我看来的 这可靠吗 这哪 所以现在全国人都是这个东莞中心里的成员 他们不会有的材料啊 除非那是我们组编导的责任啊 说说喝酒 喝酒 喝苦吗 这消息 那有一个靠谱 就王蒙接受那个那个谁啊 中央就白岩松的那个 采访 他可说了 他说是王春璐 先骂他 然后又 还说王春璐先打他 先打他 打他 他碰到了电视机 是不是因为这个 然后他还手了 他还手 然后他还手 但是他的手打伤 好像是撞到什么电视机啊 有可能 对是撞伤 然后说他回来的时候 要去越想越不顺气嘛 要找这个春璐 王领队去理论 但是呢 却要进副教练的房间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王春璐和副教练 在房间里头 他要进 进去之后呢 据李延看到 说 王蒙好像先有一些冲动的表示 但是呢 真正这一拳 是这副教练 说一拳 打出几步 开外 哎 你说这一家子 你想到文陶拍案子 中国人最喜欢这个 你看八卦那些明星啊 聊的那点事啊 全是照着他自己家里边 那边什么什么关系啊 去去去安排角色 很好玩 可是 我真不觉得这事 有太独特的中国特色 坦白讲 因为你 那我就觉得说 很多那种教练 跟学生 跟徒弟的这种关系 动手动脚 都很常见 上一季结束了的 那个NBA里面 就热火队 不也有球员 掐着这个教练的脖子吗 这是也是传出来 掐脖子 你想想看 也闹得很厉害 而且你说到说 这个是不是个 用家庭模型 来理解这个教练 跟弟子的关系 我觉得这也很 很普遍 这是很普世的东西 无论中西 古今中外 从来 你想想看教练 体育运动里面 教练跟徒弟的关系像什么 就像一般讲的老师跟学生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里面 其中一种师生关系 是被人最称谕的是哪一种 就是类似于亲子的师生关系 你觉不觉得 比如说我们对老师 你总有一种感觉 这个好像是当做父亲 或者当做母亲 这样的态度来对待 对而且一个老师 他如果说真爱孩子 真爱学生的话 也会把他当孩子来看待 就像自己 这本来就在 而且他不只是中国的 哪怕西方的是 你看柏拉图对待苏格拉底 那种感情 那种怀念 就像是个儿子 对老师的怀念 这就说起来就深远了 那个时候 那还同性恋呢 那一般就是老师 和自己的学生 俊美少年 要搞一下的 对 他还是同性恋的 还是一种什么师徒之情 也不一定都搞了 苏格拉底就不愿意搞 是吗 对 苏格拉底就不搞 那是因为他老婆太厉害 现在自从近代社会 抢人权以后 这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 现在你在学校里 你要是老师打 跟学生打起来 学生固然是错 老师更大的罪 最简单的 这样的情况 你如果一打了以后 就不是你老师 学生之间的事情了 这个事情 你刚才讲的对 运动员之间 打打闹闹 全世界都有 但是这个打打闹闹 使得全国人民这么关心 大家都把他 都把自己当外人 当家事 当博士 来共同对待 这是中国的特别东西 可是说明 中国的人对运动员 因为你是举国体制 你代表国家 因为你可能会拿金牌 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 因为这投资 都是我们大家 投资在里边 你东莞中心 没管教好 我们大家都要批评你 东莞中心 这冬季体育 冬季体育管理中心 我还说什么 顺德佛山中心 什么东莞中心 东莞 我这个事情以后 我看到一个博客 非常有意思 庄泽栋有个博客 庄泽栋的博客 庄泽栋博客说什么 他说他看到这个事情 很伤心 他说为什么 他说运动员啊 怎么失去了美德 但他接下来很好笑 他说他们当初是怎么样 他们当初运动员 就得到很好的待遇 他举了例子 这个是他博客写的 他说当初他们做运动员的时候 人家就会来问他们 看不看戏 他说我们要问四个问题 第一 什么戏 没看过的我去 看过的我不去 第二 谁演的 名演员演的去 不名演员我不去 第三 几排 前排去 后排不去 第四 有车吗 有车接我才去 没车我就不去 他意思就是说 在那个困难时期 运动员享受一个 非常高的特殊的 中贵 第二 我懂了 意思是说 有面的吧 所以他说 这个现在的运动员 怎么这么美德呢 意思是说 这个太阳 这什么玩意儿 他就是针对 王某的事情 写的博客 你说哪跟哪 我就看到了联系 就是说明什么 就是我们的运动员 在举国体制下 他是被包养起来 一方面 他应该待遇很高 但因为他不为了 你要非常顺从 你要做到很多保密 像王某现在还说 要讲什么兴奋剂的事情 那是大逆不道啊 现在马上人家 反兴奋剂中心 就要来追查他了 不是 现在我听到的消息 是这发布会开不成了 对 因为一直在做工作 但是你知道 这个 你要说这个民间瞎聊啊 那可真是 全是阴谋论啊 就去甚至就聊到 说什么呢 说不明白 这王某为什么 这么性格这么抱 或者说他这个 民间这一聊啊 那他们人家 肯定觉得不对啊 但是我就发现 我听了最多的聊 说你不知道 那帮人火气抱着呢 他整天吃兴奋剂啊 那家伙别女的 那跟男的似的 那根本你不能惹他 这是胡说吧 这是胡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看现在很多人聊啊 就说跟中国人 这从娃娃培养起 这事有关系 说几岁的时候 他们这些孩子 几岁的时候 就脱离了一般孩子的 这个轨道 少体校 省队 国家队 说少体校呢 那就是这个 怎么你看 非常短的时间的文化课 半天文化课 半天训练 到了省队呢 是每周两个半天 加上两个晚上的文化课 到了这个国家队 文化课比例也不高 而且他们这身体上训练 累得不行 真上什么文化课 也在打盹嘛 所以有些冠军 虽然说保送上大学 但是也有一个就发生过 就是反应听不懂 这基础 文化方面基础太差 所以 你看郎平啊 就说 也在好像博客里就讲 他原来只叫美国队 他说他这个 美国队的很多就是女大学生 所以他们在上飞机的时候啊 好多这个 他的队员啊 都利用那点时间 看书啊 写作业啊 完成作业 常常是这样 所以他说 他现在的女儿 白浪 在斯坦福大学 他说走的就是 美国运动员的路子 就是边打球啊 边读书 但是郎平给女儿 规定的原则 就是读书第一 打球 第二 中国这个 就是你把你 就培养成了一种人呢 是吧 就是塑造你就成为了这样一种人 你的命运 你甚至你的各方面的素质啊 可能在几岁的时候就 被决定了 就是说你将来 要么拿金牌 要么就是废品 这个 这个是很残酷的 这事要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 比方说发生在加拿大 或者其他的国家 他会这样 你打架的事情 你看你受不受惩罚 就算你犯了错了 哪怕就算你坐监狱了 像那个菲尔普斯一样 说吸毒了 但是 你不能取消他参加国家队 将来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只要他都刑满了 他就算完成了这个刑法 就算他很错把人打伤了 到时候奥运前 他要来参加一个选拔赛 要是他的成绩好 他照样可以 这是他个人的权利 来代表国家 不是由你某一个机构来决定 他来代表 而在中国这不是 你打了 你打了教练以后 从现在就把你开除 你将来就没有为国家的效力的机会 而余下来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 你要求饶 我们并没有停止你训练 这个家庭的规矩就是说 我妈妈可以打你 打完了你有小孩 就应该哭在那里求饶 可惜的是 你不能出去报警 这个东西没有职业赛 或怎么样 或职业赛不忘 要是他有职业赛 后来又赢个冠军回来的话 那就不一样 像李娜当时不是也炮轰 国家队体制吗 不也离开了吗 他是网球 他有商业赛 他有职业赛 那现在赢了回去之后 家乡还给他立同像 是吧 所以这东西也很现实 不过我真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太特别的大事 你如果说真的是 我们中国培养运动员的体制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运动员文化程度不高 什么 我们那么多运动员 怎么就光这一个 就是听说打教练的呢 可见这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第二我觉得全国人民这么关心这事 而且关心的那个角度 其实背后的假设 就还是我刚才讲的 就假设这是一个家庭伦理句 这是个家庭事件 因为教练跟弟子的关系 就像是亲子关系一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关系 它本身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就其实我刚刚讲了嘛 中西都是如此 都觉得教练带这个弟子 就像爸爸看孩子 可是问题是说 我想探讨的是 这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教练 跟弟子的关系呢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像李娜夫妻关系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器语的问题 就是说你是我教练 我是应该全部听你的 但是我不是终生要终世 他不应该相互去离缘子一类 你唱戏唱得好 我就放在这边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